3 2 1 店长 从越南来台十多年的苏鱼音 透过传统服饰 社交礼仪等方式 将家乡文化介绍给更多小朋友知道 并带领他们DIY灯笼之作来融入异国信仰 屏东五国界夏令营 平南长次在芳辽东海国小伴里 信许多学生及新著名之子报名参加 希望透过有趣的课程 更了解彼此的文化特色 就带他们来认识越南 然后越南的文化 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觉得比较重点是让他们要怎么 就是简单的认识一些比较重要的 比如说跟他们说有一些动作 就叫他们可能这个动作 在越南跟台湾的差异是什么 再来就是要让他们做一些劳作的部分 就像那个灯笼 孩子灯笼的部分 好吃 大伙一起做客家麻吉高唱客家歌 这个多元文化夏令营 除了邀请新著名妈妈带领孩子 认识不同的国家文化 也安排本土及客家讲师 让参与学生能欣赏并尊重 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也能把更多遗憾传达给他们 孩子们能认识不同的文化 因为毕竟他们很少机会出国 那藉由在课堂上 比如说我们课本的知识是有限的 但是课本以外的知识 可以让他们更拓展他们的视野 所以利用安排不同的国家的文化 了解风土人情等等的 然后这些可以让孩子们扩展 拓展他们的一些视野 也成为一个小小的公民 这次的活动规划有越南 泰国 印尼 甚至日本 埃及等不同国家的课程 还带着小朋友认识客家文化 以及趣味游戏体验 又让孩子过一个充实知性 又有趣的属情下令 评论是我们不听杨正义采访报导